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这节课要跟各位介绍的是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我们上一节课有跟各位介绍散步图 散步图是在讲两个系数之间的关系 我们用图把它画出来 比如说我们上次举个例子 班上有十位同学 十位同学的数学成绩和地理成绩 我们想要知道他们数学和地理成绩的关系 那么那时候我们知道的是 如果数学成绩高地理成绩也跟着高的话 那它就是正相关 如果数学成绩低地理成绩反而高了 它叫做负相关 那我们把它的图描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这个点的趋势 知道它是高度相关还是低度相关 但是我们这些课要看的是 我觉得高度相关 但是你可能觉得不够高 那我们希望把这个相关的程度把它量化 所以我们先要发明一个系数叫做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那我们先另这个系数的名字叫做R 以后我们就用R来代表相关系数 好 那相关系数需要有什么样的特质呢 我们要发明这个数 这个系数需要看它有符合哪些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 这个相关系数正的时候要代表正相关 负的时候要代表负相关 所以我们说R大于0的时候 它要是正相关 那么R小于0的时候呢 它要是负相关 相关系数要符合这样子的特质 那么第二个呢 是R大的时候 R大的时候要是高度相关 R小的时候要是低度相关 这样还是合理的 所以我们第二个要求是 这个R的绝对值 R的大小 代表的是相关性的强弱 相关性的强弱 那么第三个呢 第三个我们要看的是 这个相关系数要和单位无关 怎么说呢 比如说我要看身高和体重的关系 那么同样一批数据 我身高单位用公尺 体重单位用公斤 或是身高单位用公分 体重单位用台金 它的系数应该要是一样的 因为是同样一批数据 它们的关系应该要是一样的 所以第三个我们看的是单位无关 单位无关 那么单位要怎么样让它无关呢 我们要用的就是标准化 把数据经过标准化之后 就可以得到单位无关了 那标准化有什么好处呢 除了单位无关之外 我们标准化还有一个好处 比如说各位同学 有一个学生的数学成绩是70分 地理成绩是85分 那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要看它的数学成绩 是不是比地理成绩差呢 不能这样比哦 因为我们要看这个班上的 数学平均多少 地理平均多少 还有数学和地理的标准差是多少 有了这些条件之后 我们才可以判断 这位同学是地理考的比较好 还是数学考的比较好 但是经过标准化之后 我们得到的分数 就可以明确知道 它的分数到底是谁考的比较好 所以标准化也有这样的好处 第四个呢 第四个呢 第四个我们希望要求的 是这个 R的范围是有界线的 范围有界 哦天哪 我们鼻子掉了 范围有界 为什么要范围有界呢 因为你想想看 我们之前说散布图的时候 当全部的点都刚好落在同一条线上的时候 我们说它是完全相关 所以完全相关的时候 它的R应该要是一个固定的数 R不能够冲到无限大 它应该要到一个固定的数 那所以我们就说 我们就规定这个R的绝对值呢 它要小于等于1 那达到1的时候 它就是完全相关 就是完全正相关 或是完全负相关 所以这个1就代表完全的意思 如果R等于1的时候 就是完全正相关 R等于负1的时候 就是完全负相关 那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 把数学和地理的成绩 把它标准化 然后来找出我们的相关系数 好 请问一下 数学和地理成绩标准化之后 它们的平均数是多少 诶 平均数是0哦 那它们的标准差是 标准差是1 所以数学和地理成绩 经过标准化之后 画在散布图上面 它们应该会在圆点附近 四周都会有 所以它的图大概是长成这样子的 诶 这边圆点在中间 那这里呢 就是数学经过标准化的分数 所以我们加 在数学上面加一个prime 好 这边地理呢 也是地理成绩加一个prime 代表它们经过标准化 好 那么 请各位同学注意一下 这边 这个坐标上面有四个向线 第一向线 第二向线 第三向线 第四向线 那我们发现 当数据落在第一向线和第三向线比较多的时候代表什么 代表数学成绩高 地理成绩也跟着高 数学成绩低 地理成绩也跟着低 所以代表如果落在一三向线多的时候 代表这个数据是正相关 好 一三向线多代表是正相关 好 那如果呢 它落在第二向线和第四向线多的话 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数据成绩高的时候 地理成绩反而比较低 或是数据成绩低的时候 地理成绩反而比较高 所以我们知道是 如果是二四向线多的话 代表它会呈现负相关 负相关 那再请各位同学注意一下 第一向线 这个各项线的 X值和Y值的正负关系 第一向线 X是正的 Y也是正的 那第二向线呢 X是负的 Y是正的 第三向线是负的 负的 第四向线X是正的 Y是负的 那为什么我们要探讨这个呢 因为当你把X值和Y值 乘起来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 诶 正正得正 负负得正 诶 也就是说 我们把X值和Y值相乘起来 它刚好会符合 这个13向线是正的 24向线是负的 所以这边可以看一下 这边我们的X'和Y'相乘 这边都是标准化的 来复习一下 标准化是X'等于 等于 X'会等于 X'减掉 μx除以 σx 这个是标准化的 的动作 标准化 好 所以呢 我们X'和Y'在 13向线的时候 会是大于零的 那X'乘以Y'在24向线 会是小于零的 所以这时候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点的 X'乘以Y'的值 把它加总起来 会怎么样 加总起来的话 如果13向线多 总和就会大于零 也就是正相关 所以那24向线 比较多的话 总和就会小于零 也就会是负相关 哇 这就是我们要的 相关系数的特质 不是吗 所以我们说 我们就把它加总起来 SigmaI等于1到N N就是我们刚刚的 总人数嘛 好 把Xi'和Yi'乘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判断 正号和负号 那因为这边有N的值 所以我们把它处理N 好 我们就另这样子的东西 叫做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我们就另这个 叫做相关系数 那你可以稍微检查一下 我们要的这个 我们另一个相关系数 有没有符合我们 这四个条件呢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条件 R大于零的时候 是正相关 R小而零的时候 是负相关 没错 当然我们13向线多的时候 R就会大于零 它就是正相关 没有错 那负相关也是 R就会小于零 好 第二个 R绝对值大的时候 相关性要比较强 那你想想看 如果13向线很多 24向线几乎没有的话 是不是R就会比较大 那R是比较大 它相关性就强 那如果13向线 它24向线差不多 多的话 那么这个正负号 互相抵消 R就会比较接近零 那它的相关的强度 就会比较弱 所以第二个也是OK的 那第三个呢 因为经过了标准的话 所以我们单位是无关的 好 第四个 R的最大值 R的绝对值的最大值是E 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探讨 不过呢 大家可以回去 等我们把这个相关系数 探讨完之后 这个可以成为大家的回家作业 老师会给你们提示 那答对的 可以得 可以有额外的加分 好 所以我们现在要整理一下 既然我们令这个 X和Y的标准化数据 相乘的平均 这个加总再除以N 就是平均的意思呢 所以呢 我们这个相关系数 是XY的标准化数据相乘的平均 这个如果是相关系数 那我们一般如果没有标准化的时候 要怎么表示呢 一般没有标准化的话 要怎么表示 这个R就等于标准化数据 同学如果怕忘记东式的话 记得中文会比较好记哦 标准化数据基 标准化数据基的平均 这就是我们的相关系数R 标准化标准化数据基的平均 这是我们的相关系数 好 那我们要把它转换成一般的数据 因为我们一般数据是没有标准化的 所以把它稍微做一个运算 来这边N分之 sigma x i' y' 把它乘过来 就变成 我们先把N分之一提出来 N分之一 那么sigma x i' y' 我们就代表这个标准化的式 所以呢 sigma s i' 会等于多少 s i' 会等于s i-mux s i' 除以sigma x 那y' y'呢 会等于y' 减掉μy 除以sigma y 好 那你们可以发现 这个sigmax和sigmay是常数 既然它是常数的话 就跟外面的N一起放到分母 所以一起放到分母会变成 分母就是Nsigmaxsigmay 那分子呢 就会是总和的 x i-mux 乘以y i-mux 好 这个式子已经比较明明确的知道怎么算了 那我们再把这个sigmax和sigmay再把它拆解 因为有时候连两个数据的标准差也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再把它拆解开 sigmax和sigmay 各位标准差公式还记得吗 标准差就是根号的变异数 变异数是离均差平方和 再除以N 没错 离均差平方和的平均 离均差平方的平均 好 所以它等于 x i-mux 的平方 除以N 好 sigmay呢 会等于根号的sigma yi-mux 的平方 除以N 离均差平方的平均 或是离均差平方和除以N 好 那你们可以发现 这个分母的N 跟到N 跟到N 跟外面的N 消掉了 好 那分子我们照超 分子照超 嗯 所以分母是根号的s离均差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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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乘 再乘 x的离均差平方和 再乘以y的离均差平方和 再开根号 好 那我们给它取一个名字哦 底下这个离均差平方 我们今天学过的是sXX和SYY 所以我们就把它改写成根号的sXX乘以SYY 那上面这个离均差平方 呃 离均差的相乘 再总和 我们就令它为SXY 这个式子就是我们平常在算 直接在算数据的时候最好用的式子 如果它什么东西都没有给你就给你一堆数据的话 用这个算会最快 好 这个是等一下我们在推倒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好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 刚刚举的例子 数学和地理成绩的关系 我们来看看它的相关系数到底是多少 那这边呢 就有一个数学和地理的成绩表 你各位看一下这个表格 数学和地理的成绩表 好 那为了节省时间 所以老师先把 数学和地理的平均分数先算出来了 μX 会等于60 好 μY 就是地理成绩平均会等于70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看的是离均差到底是多少 所以我们来列一下 XI XI-μX 右边是YI-μY 就是两个数据的离均差 那我们减一下就可以知道 好 这边是10 10-7-8-9-11-12-7-4-0-4 好 那Y的离均差呢 那Y的离均差呢 那么SXY会等于多少呢 这边相乘之后相加 所以是130加上0 加上64 加上72 加上176 加上这个12乘以15等于180 加上42 加上16 加上0 然后再加上52 那SXX呢 就是他们各自的平方和 平方和等于100 加上49 加上64 加上81 加上121 加上144 加上49 加上16 加上0 加上16 那SYY呢 就会等于这些的平方和 所以是169 加上0 加上64 加上64 加上196 对 256 再加上225 加上36 加上36 加上16 加上1 加上169 好 那这边当然就是要用到加减运算了 那各位的加减呢 应该是很简单 但是很容易算错了 所以记得要把各位数 所以记得要把各位数凑成10的 各位数可以凑成0的 要把它互相加起来 像这个64和176就可以加起来 那么这个49就要和81加起来 那这一部分呢 老师就直接给各位答案了 那你们计算的时候 记得要算对 不然计算错误失分就很可惜 所以我们得到的SXY会等于616 那么SXX会等于640 那SYY会等于1000 所以我们就可以算相关系数R 相关系数R等于SXY 除以根号的SXX乘以SYY 那把它带进去 就会等于616除以根号的640乘以1000 那640乘以1000 会可以把它改写成 8的平方乘以100的平方 所以开根号出来之后 就会等于800分之616 那分子分母同除以8 就会得到100分之8756 那6056 所以8756 所以得到的相关系数就是0.77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数学和地理成绩的相关系数 那么这个相关系数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 比如说企业家他要看的是广告的费用和我们的销售额 我们广告费用和我们的销售量的相关系数 他们有没有相关啊 那比如说医学还会研究咖啡的摄取量和我们的骨质密度的关系 那比如说 嗯 经济学家他会想要知道的是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关系 你看这些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数据都是用相关系数来算出来的 所以你想要让数据为你说话吗 先学会相关系数 好我们接下课上到这边